5月26日晚 乙军对加沙地带拉法的袭击 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在这一悲剧性事件发生后 美国仍然不认定 以色列跨过了红线 5月30日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遭到质问 美国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乙军行动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 难道还不是大规模行动吗 帕特尔否认乙军在拉法的行动 是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一说辞进一步遭到记者的质问 在网络你用上拉法 你说它不是一个大规模 但我说54人在 Gaza 在最后24天 几乎1万亿人已冲了拉法 在最后三个月 以 Israel's strikes继续 是这些选择给你 我说是哪里的线 是哪里的线 你说这些是复复 或属起以后 或属起第二款 他们张衣服受网体面 不是为何或者緣起 I'm not going to categorize it into one box or another.